小小的愿望是由彭玉昌、王大璐、魏大勋等主演的爆笑喜剧电影 该影片讲的是以三个死档为核心故事 18岁的少年高远由彭玉昌饰演因患肌肉萎缩症绝症即将离世 由王大璐饰演的徐浩与魏大勋饰演张正阳得知此噩耗后 决定帮他圆梦 随后三人开启了一场提笑皆非的圆梦之旅 这部影片是由2016年的同名韩国电影伟大的愿望改编而来 没有VIP的同学注意话下重点哈高远被医生告知时日不多了 准备好后事 于是决定在临死之前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 不能带着处男之身离世 各位给点掌声好不 那么伟大的理想必须支持 得知这个消息的身边两位杀雕兄弟徐浩和张正阳 为了帮助兄弟实现最后的愿望 努力奋战到底 这是要保密 可是这两个大傻子转眼就把他给出卖了 小小的愿望谁都知道了 而徐浩和张正阳因为得罪司马刚 主要是提了一个特傻的问题 然后被人家大哥修理一顿 衣服都给爬了了 两人衣服被扒后 之后这么太搞笑 吓人家小姑娘 被警察抓 你们笑点高吗 欢乐要被传递 欢迎你们留言哦